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成 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DIY的题目 就是我之前有录一个卷称文化里面 有讲到一个Mr.菲利高先生 菲利高先生好像姓刘吧 他以前在我同年的时候他常常在 左营的中山堂里面 电影开场之前很多人聚集的时候 他就从他的那个书包里面背出来 拿出一些特殊的东西 中间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菲利高那集我有介绍过 不管他点阅率怎么样 他就是在洗衣板 不用的洗衣板,废弃的洗衣板 把它锯下来 这个就是从洗衣板锯下来 锯下来说因为你可能锯不起 那再用爆刀 再加工成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洗衣板的状态 如果你真的要用普通工具来做这个的话 真是很困难 然后之后在前面 我这个螺旋桨也是从一个 也是从另外一个东西 废弃的东西这样拆下来的 直接把它用钉子来定在这里 活动的 然后我们随便拿一个棍子 我们这样子波动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振动 可是这种传到前面钉子的时候 就会让螺旋桨旋转 这就是它的所谓的一个科学玩具 废物利用的科学玩具 这种东西在可以启发孩子的一些很好的思想 也就是直线性的上下振动 可以转化成旋转的动力 这个是一个蛮有启发性的一个科学玩具 而且是非无利用的 我今天特别 特别把童年的玩具一个一个复原 各位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如法炮制 以上我都能跟各位分享 谢谢